输日本丢南丹冠军国语新兴被批罪人微博发标与网友对骂,智障,2018年羽毛球市锦赛,昨天在南京落下帷幕,备受关注的南丹决赛中,中国新兴时宇姬灵,道尔赋于日本的陶田贤斗,在家门口丢掉了冠军,赛后,时宇齐遭到了不少网友的痛批,而他也毫不客气地做出了回应, 1996年出生的时宇齐是国语南丹新一代的希望之星,今年3月,他在全英公开赛中斩获冠军,一举进入众多人的视野,奔届世锦赛,时宇齐展示出了不错的状态,他的晋级道路上,接连击败了林丹和陈龙两位师哥,一路杀进决赛,然而,决赛面对日本的陶田贤斗,时宇齐几乎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, 两局分别只拿到了11分和12分,很快就0到2惨遭横扫,在家门口无连冠军,时宇齐虽然有点遗憾,但也并非无法接受,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拿到第二名已经是一种突破,希望明年有更好的提升空间, 不过,网友对于时宇齐的表现并不满意,在社交网络上,不少人对他碰批,有严重者甚至趁他是南京的罪人,对此,时宇齐也丝毫不示弱,他在微博上与网友对骂,只趁有人是智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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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